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 忧心忡忡的睡下 每天早上抢完菜 忐忑不安的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 接着开启一天的核酸抗原 团购骂娘以及求助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 上海市14日催诊个案来到27,719例 再度创下单日新高 在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动态清零的坚持下 这是上海市民最无奈的日常 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摩耶夫人 点击率超过了2000万 被称是史上点击率最高的微信公号文章 细数了上海疫情爆发以来的荒唐事 有5岁孩子的癌症病患 明明持有前一天在社区做的核酸检测 但还是要有医院裁检的报告才能收治 就在他去世两个小时之后 核酸报告出炉是阳性 医生全去做核酸检测 化疗洗肾 手术配药全做不到 上海近日下起了暴风雨 赶建出来的南汇方舱 高桥方舱 屋顶漏水 停水停电 粪水横流 逼着控诉 既然把人抓来治疗 为什么要让人毫无尊严 一开始说 足不出户四天 延长到半个月 又延长到一个月 眼看就要断粮 上海封城 运输月停摆 团购也没货物可买 活生生从网路时代 退回供销社时代 逼着感叹 曾经自豪的城市 为何变得黯淡无光 政府为了清零 人民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推特上也有一段曝光影片 有民众指控 在上海张江纳市国际社区 官方强制征用民宅当隔离点 14日大批警察闯入社区 执法粗暴 现场尖叫声不断 甚至有民众跪地磕头 只是希望能留在家里 这次强针就有500人受到影响 目前上海强势清零手段 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台商劝近日疯传一封公告 指出上海将封到5月1日 引起许多上海网友反弹 上海人的忍耐 似乎真的到了极限 以上借杨要入整理报道